昨天下午一名网友在南京市湖北路附近的一家餐馆门口拍摄到了这样的场景 顾客点了饭菜,自己没有吃,却把它送给了餐馆门外的一名乞讨的人 下午6点多,已是晚饭时间,一位乞讨的老人站在湖北路这家餐馆门前 因为堵在门口,服务员上前想劝老人离开 这时,正在和家人吃饭的顾客徐先生点了一份饭菜一瓶矿泉水,让服务员送给门外的大爷 看到老人有了晚饭吃,徐先生这才继续和家人吃饭 当这位网友上前询问时,他连连白说表示,力所能及的事不愿多谈 网友想帮老人联系救助部门,但老人不愿意 没说几句,就捧着那份饭菜离开了 每次看到这样的画面都会觉得心里特别的温暖 虽然只是一份便饭,却是力所能及的善意 我们也为徐先生的做法点个赞